今天晚上的音乐会真棒啊 是啊 只有到了上海 才能欣赏到这么高品质的音乐会 一飞 咱们喝点红酒吧 好 你的事情顺利了 我也就放轻松了 是啊 我今天的心情也是特别的放松 看来明天我就可以打扮回府了 真的 都谈妥了 其他的事情都交给小薛去办理了 我明天请她吃个饭 她已经同意做我在上海的代理人了 来 祝贺你 谢谢 艾阳 我干脆明天跟你一起回去吧 你不是还得待两天吧 你快帮我想想 我觉得关于那首专辑的主打歌 有点无病声音 不是很满意 可是我又想不到别的好办法 毕竟我还没有谈过一次 刻骨铭心的恋爱呢 这样吧 我跟你讲一个 古老而有凄美的爱情故事 或许能给你一些启发 好啊 很久以前 有一个像梦一样美的地方 叫做樱桃园 于是他拿着那把把 还沾着爱人鲜血的长剑 刺入了自己的心目 鲜血喷射到已经染红的樱桃上面 樱桃显得更红了 红得好像都快要递出血来 樱桃的形状也变成了一个星星了 似乎是在纪念着 这一对真心相爱的人 樱桃金银剔透而颜色鲜红 它代表着爱情情缘以及期望 它是这种感情最美好的象征 你不是正在为你的主打歌犯愁吗 你是说借物欲情 对啊 我们的定位啊 就在七美上面 借物怀人表现梦 表现情怀 其实我觉得 简单才是最高的境界 一飞 我太喜欢了 干脆这首歌就由你来写 就算你送给我的歌 歌名就叫红樱桃 这个事再说吧 我看 天也不早了 我送你回去吧 不 你要是不答应 我就不走 可是我怎么能写歌词呢 我这是瞎胡闹啊 我最多也就是 给你提供一些线索 可是我喜欢 你要是不写的话 我就只好不签这张传辑了 那好吧 我试试看 但是我不能保证 一定能写好啊 立言为定 立言为定 走吧 我看你这张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看你这张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看你这张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看你这张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看你这张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相信你也是婚来第一次 对不起啊 没关系 我是自愿的 你经过 我笔记 你不用自责 你完全不用考虑我 你放心 我是不会让你负责任的 更不会破坏你的家庭 我只要你好好爱我就行了 你不能负责任的 我愿不会负责你 我又不是说 響鐘 響鐘